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门课里面最主要就是介绍这个Processor 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章节 在以前比较旧版的课本 它其实还包含 它总共介绍了三个版本的CPU 在现在新版的 它把其中一版把它拿掉 所以我们就介绍两种版本的CPU 还有加上后面的这个Pub-Line方面的 就是这个Parallel的功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知道说我们的CPU的Performance CPU performance的Factor 我们从前面的介绍 我们了解说跟instruction count 有这个关系 instruction count 它是由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然后还有compiler 它可以来决定就是说 我们要执行的这个Program 它的instruction的指令 到底有多少个 它也跟这个CPI 平均每一个instruction 它需要多少个cycle 还有我们的每一个clock 它的cycle的cycle time 大概有多长 基本上就是跟这边有相关 在我们这个章节里面 我们讨论的其实最主要就是会影响到CPI 还有cycle time 因为这两个Factor 它是可以由CPU的hardware来决定 我们说我们CPU的hardware 当然就是由我们的circuit的design 在我们这边我们讨论的design 我们大概只有get level 还有这个structure的level 我们不会讨论到switch level方面的design 所以我们在这个章节里面 我们会来探讨一下 两个MIPS 它的version的implementation 其中一个是比较简单的 另外一个是比较 就是说现在的这个CPU 当然都一定会有所谓的pop line 如果没有pop line的话 它的效能大概都是非常的差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会来看 这两个version的design 在我们的design里面 我们当然不会包含整个MIPS 它的instruction set的whole set 我们不会把整个instruction set 全部包含进来 因为太复杂了 我们大概只会看到的 就是一个simple的一个subset 包含的这个必要的memory reference instruction load store 然后还有osmetic 还有logical的instruction add 还有这个substraction no set less than 然后还有这个control transfer beq 还有这个jump 所以我们大概 基本上我们有这几个指令 我们大概可以完成 就是应该蛮多的program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把最重要的这几个kernel的instruction 把它放到我们的讨论范围里面 其他的instruction 其实同学有兴趣也可以仿造课本的讨论 把它加到我们的CPU的hardware design里面 首先我们来看就是instruction的execution 我们要了解就是说我们要来讨论这个CPU的design 我们当然要先知道一下说 我们在CPU执行一个instruction 它到底包含了哪一些动作 首先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执行instruction之前 我们要先把instruction先把它读进来 instruction当然就是放在memory里面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所谓的program counter program counter它是指到instruction memory 指到instruction memory里面 我们就是根据program counter 然后从memory里面去抓instruction过来执行 执行完之后 program counter它自动会加4 再指到下一个指令 所以这个主要是用来做fetch instruction用的 我们也会有所谓的register 我们的register number 其实它就是指到register file里面的 某几个register 一般我们会 比如说rtype 我们就会指到两个register 把它读出来 然后接着再去执行 执行完之后 我们会把output 再把它写到某一个register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有register的number 另外我们就是说 根据我们的instruction的类别 我们会来让LU做不同的operation 做不同的operation是指就是说 它的operation到底是for什么目的 不同的instruction class它有不同的目的 比如说我们的LU 我们可能是纯粹是算一个arismatic的结果 也就是说这个指令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要执行一个arismatic operation的instruction 所以我们LU当然就是拿来算 这一种算术的印算 另外一种如果说它是load的stote 我们要做这个memory的reference 我们知道说我们需要去算memory的address 所以这个memoryaddress的computation 我们就是也要用LU来做这个印算 或者是我们如果是一个branch 需要就是说branch equal或者是branch less than之类的 我们就是要有这个branch的target address branch target address就是由这个LU来算 所以这一类的就是用LU来计算 只是for不同的purpose 另外就是我们也必须要去access data memory 看你是要去读还是要去写 另外还要做这个PC加式 这个PC加式这个也是一个加法 这个加法它就是要去算 sequential execution它的target address 所以我们看到基本上我们就是会有 这个LU的这个动作 也会有这个data memory的read跟write 那也会有这个target address PC加式这么多的运算 那如果说我们这些运算 我们说这些运算全部都是要由我们的LU来完成的话 我们会发现说 即使我们的LU在某一类的指令 它会非常的busy 因为它要做不止一次的运算 所以我们等一下后面会看到说 在我们的这个CPU里面 我们的LU并不会把这些这么多说的事情 全部都把它统筹 我全部由它来执行 因为分一些operation出去 那我们来看一个 我们来看一个根据我们刚刚的这个描述 我们的这个CPU 有一个这个 它的一个structure大概就长类似这个样子 那当然最后我们的version 不见得会长得跟这个一模一样 但是根据我们刚刚的描述呢 同学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program counter 那program counter呢 它就是指到我们的这个input address 那这个呢 我们会根据它的这个address呢 去到它的位置呢 去读出一个instruction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的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叫instruction memory 我们在这里我们把memory把它分成两种 一种是instruction memory 一种是data memory 那同学会说 我们不是memory只有一块吗 那我们这边是suppose说 我们假设我们的memory 假设说它一个class cycle里面呢 它大概就是可以做这个read or write 就是它可以做一次read 一次write 它没有办法做两次read 或者是两次write 我们suppose它没有办法做它只能够做一次 那如果是这样子 我们如果想要在一个class cycle里面 把这样子的一个flow把它跑完的话呢 那我们铁定要把memory把它拆解成两种类别 一个是instruction memory 一个是data memory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如果memory只有一种 只有一块 所以就是说这一块呢 它也是储存instruction 也储存了data 那同学可以和想而建 我们第一个我们要read instruction instruction要read的出来呢 万一它是要做什么呢 它是要做load 那load呢 我们还要再从这个memory再读一笔资料出来 所以它等于它要做两次load 它要做两次read 对不对 那这样子就没有办法满足 就是说我们的要求 它希望在一个class cycle里面把它完成 所以我们这边 我们在这一个版本里面呢 我们必须要把memory把它分成 一个是instruction memory 一个是data memory 那这个instruction呢就是它的input 来自于这个program counter 它读instruction instruction读出来之后呢 它会告诉我们说 你要读这个比如说 register read1 register read2 register write 所以你要去哪边读两个register 就是从这边过来 那你的印算的结果 要写到哪一个register 就是从这边来决定 那这个都是从instruction里面读出来 就知道了 那program counter 它读出一个instruction之后呢 我们发现说 如果是sequential execution呢 它就是透过这个PC加4 PC加4 所以如果是sequential execution 它就是PC加4这样子 就是从这边过来 所以它就会再读下一个指令 然后PC加4 然后再读下一个指令 所以它是一个sequential的execution 那同学可以发现说 这个它不是在LU这边执行 因为我们LU 它有很多事情要做 那如果说我们要在一个class cycle 里面完成的话呢 像这一种固定 你都是做一个加4的 其实我们就是可以 用另外一个add来执行就可以 不需要把这个工作 丢给这个LU来做 因为你如果LU要做PC加4 然后要再去算其他的operations 那你这个LU会非常的忙 所以你在一个class cycle里面 可能没有办法完成 你如果一样完成的话呢 你的class cycle就会拉得非常长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这边 用一个PC加4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 如果是传统 不是传统就是如果是R type 同学可以看到这个register1 register2 LU的两个input operand 它都是从这个register file里面读出来 那读出来之后呢 加 就是加减称除 就是你做了一个印算 arithmetic的operation 印算完之后呢 从这边feedback回来 这个data是什么呢 这个是write的input data 那write address在哪里呢 它可能就是透过这个input port 它就是要write到register file里面的 哪一个register 它的input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就把它写进去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R type 如果是一个load的话呢 load是什么呢 load就是我们要从memory 读一个资料 把它写到register 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已经知道说 它必须要有一个base的address base address就是从register这边读出来 另外还有一个offset offset是从哪一边呢 同学应该还记得 offset就是从instruction instruction的后面的16个bit 它就是一个operant 它就是一个值 它就是一个value 这个constant呢 我们就是跟它的base 再加上一个offset 我们会算出 算出我们要去memory的哪一个address 去读data 所以如果是load的话呢 这个lu算出来的不是从这边feedback 它是从这边过来 它是走这条路 所以它会定值到data memory里面 去定值一个address 这个location被identify之后呢 它的data就从这边读出来 然后读出来拉到这边 所以这个又是一个什么 write operation的input operant 要写到什么地方去呢 就从这边决定 然后它就把它写进去 这个就是所谓的load 如果是这个store呢 store我们知道说 就是要从register里面去读一笔资料 然后写到memory 那读一笔资料 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第一个 它需要一个base的address 它一样是从这边base的address 那第二个呢 它需要一个constant constant value呢 也是从instruction这边直接拉过来 所以拉过来到lu 所以一个是从register file 一个是从instruction这边 所以它就会算出 要写到memory里面的哪一个location 它的value是从哪边来呢 它的input data write input data 是从这边过来的 因为我们是要从register里面 某一个register 把它的值把它读出来 读出来之后呢 透过这个line拉到这边 它就是store store的write operation的input data 所以如果是store的话呢 就是走这条路 然后就把它写进去 所以我们就看到 一个是rtype 一个是load 跟store 如果是branch呢 branch怎么走呢 branch就是 我们这边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一条 是sequential execution 这边还有一个multipressor 就表示说我们feedback到program counter的 除了sequential execution之外 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branch 这个branch呢 这个branch就是什么呢 我们前面提到了 它的target address 就是pc加4 再加上一个offset 那个offset呢 从哪边来呢 offset也是从instruction这边过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pc加4 pc加4 然后这个是offset 加完之后这个就是branch的target address 所以这个算完之后呢 我们刚刚指错了 我们刚sequential execution不用经过这一条 sequential execution就是直接这样子回来 然后如果是branch的话呢 就是pc加4 再加上offset 这个就是branch的target 所以你如果是sequential execution 就是走这一条 如果是branch的话呢 就是走这一条 就是走这一条 这边更正一下 所以这个就是branch 那branch到底要不要branch 是从哪边决定的呢 我们当然就是它要比较 到底是不是一样 然后再决定要不要branch 所以它就是透过alu 做一个减法 它做comparison 就是这个input operand 1 input operand 2 然后在这里面做一个subtraction 它如果zero flag被turned on的话呢 就表示它是equal 这两个指是一样的equal 那equal的话呢 它就会选择是走这一条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从 这一个简单的一个 CPU的structure 我们大概就可以trace 我们刚刚谈到的那几个operation rtype 就是low store 然后还有branch 大概就这几个指令 所以其实基本上第四章 前半段的内容 差不多就讲完了 就是在讲这一些 只是说我们后面 我们会慢慢的 把它的这个information 越来越多的information attached到这个flow里面 同学会发现说 线越来越多 然后好像越来越复杂 其实这个观念就是 我们刚trace的这个flow 在刚刚提到的这个flow里面 有几个就是有三个地方 我们刚刚都说它有两条路 比如说sequential execution是走这一条 如果是branch的话 它是会走这一条 所以这个地方表示它有什么呢 它有两笔data 会在这个地方汇合 对不对 它会流进这个地方汇合 汇合我们在hardware里面 signal里面你二选一就是什么呢 就是multipressor 两个选一个 这个就是两条路 两笔资料 选一笔让它通过 这是multipressor 我们刚刚看到的 LU的第二个opperine 它有同样的情况 第一个 LU的第一个opperine 它的source一定是来自于register 一定来自于register 第二个opperine 它有的来自于register 有的来自于instruction 就是它的constant 所以是二选一 所以这边你必须要选一个 加一个multipressor 还有这一个 我们说register file 如果要write 执行这个write 它的inputdata 一个source就是从LU的运算而来 这个就是R type R type运算的结果 直接写到register 另外一个 如果是load 它是从memory 读一笔资料过来 然后到这边 所以这也是两笔input 选一个让它通过到这边 所以这个是一个multipressor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multipressor就出现了 这个是sequential execution 这个是branch 那multipressor它必须要有一个input selection 它的input selection就是来自于 就是说第一个 这边做一个end 这end表示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这个multipressor 基本上就是要选择说 决定它到底是sequential execution 或者是branch 所以第一个你必须要由这个instruction去判断 它到底是不是branch这个指令 如果它是branch这个指令 所以这个flag就会turnon 它是e 如果是branch的指令 它就是e 而且lu做comparsion之后 做一个减法 它是0 0表示两个相等 所以branch跟0 两个都是e的时候 它就会选择什么呢 branch的address 如果它不是branch的指令 如果它不是branch的指令 这个是0 这是0的话 这个就是0了 或者它是branch的指令 但是它们相比之后不相等 这个也是0 这个是1 这个是0 所以它就会选择sequential的execution 就是这样子 另外这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是register的write input 一个是来自于LU 一个是来自于data memory 另外这边有一个这个东西 这里面我们后面要探讨的 要讨论的一个就是control unit 同学现在先把它当作就是一个break box 这个break box它的input是什么呢 它的input就是instruction 它的instruction其中的某几个fear 它会当作control unit的一个input 它从这个instruction的指令 它就会决定 它就会知道说 这个instruction到底是哪一个instruction 它是rtype 还是load 还是store 还是branch 还是setless then之类的 它会知道 当它知道以后 它就会把这几个 这几个这个modipressor的input selection 设定成适当的值 比如说它决定要不要做一个registerwrite 如果是rtype的话 它的control unit 就会把这个设为什么呢 设为1 就会enable enable这个registerwrite 因为rtype我们印算的结果 是要存回这个register 如果是branch的话 branch的指令 这个control unit 它就会把registerwrite 把它disable 你把它disable之后 你就不用担心 这个资料是什么 它的target是哪一个 你就不用担心 因为你把它disable之后 这个register 它就不会做write的指令 所以这个control的signal 基本上它就是等同于turn on turn off 或者是enable disable 只要是enable的话 它就会做一个write 如果它被disable的话 它就不会做write 所以通常我们在控制 这种write 或者是不write 通常都是由一个 这样子一个write enable 的一个flag来控制 你把它disable之后 你都不用担心这个指是什么东西 同理data memory也是一样 data memory 我们这边也有一个memorywrite 你只要把memorywrite 把它disable掉之后 你不用担心 这个指是什么 这个指是什么 因为它完全不会做write 你如果把这个enable之后 这个address要算对 这个指要对的指送过来 就是这样 所以基本上这个control 它的这个就是在设这些multipressor 这个指要怎么设呢 我们等一下会看 就是说在这一个章节里面 我们会看到说 这个指到底要设0 还是设1 还是要设其他的指 在我们正式介绍就是第一个version之前 我们先就是这边就是有review一下 就是在同学在digital system 或者是large design 不同的科系 它的名称不一样 就是数位电路设计 同学有学过 combination circuit design 还有sequential circuit design 我们很快地把它goes through一遍 我们知道说 我们在digital的system里面 information encode 就是in binary low voltage是0 high voltage是1 1 wire per bit 你multipit data encode 就是可以把它encode 在multipwire的bus上面 另外我们最主要就是两个element 一个是combination element 一个是sequential element 或者是state element 这个基本上它就是在做 这个boolean operation 它有一个boolean function 这个state element 它就是做一个store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个and A的multipressor rismatic 这个我们就不用再跟同学介绍 那sequential element 这边看到的是所谓的register 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clock 那这个clock 这边描述的 它就是属于这个positive edge triggering 它只有瞬间 这个rising的时候 它这个data 这个data它可以把它写到 它的这个output里面来 所以它的output会做一个改变 就只有在这个地方 它会做一个改变 那一般呢 我们刚刚看到的 我们会有一个write enable write enable就是 当你是write enable的时候 它才有写入的功能 那这个write的flag被disabled之后 你不管你的这个d 你的input怎么改变你的clock 怎么做triggering 它都没有用 所以同学可以看到 在这个webform上面 就只多了一个write 那这个write 1的时候 它在triggering的时候 它才会做write的功能 这个output才会做改变 那你当你write是0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triggering 但是它的这个output 不会做任何的改变 那在enablewrite 下一个triggering的时候 它又会做一个改变 所以基本上 就是多了一个write的功能 这个我们之前就跟同学介绍过 就是clocking的mystology 基本上我们的这个 我们一般general的design 有包含sequential 还有combination的circuit 我们可以把它model成这样子 的一个简化的一个graph 就是我们这边有所谓的state element 它里面有很多state element 它的output就是所谓的 combination logic的input 我们把它算完之后 然后feedback回到state element的input 来改变sequential的circuit 所以我们说这样子的一个circuit 它的longest delay 就决定了这个clock 它的cycle time 之前都有跟同学介绍过 我们在设计一个CPU 我们前面第一张就有跟同学介绍说 CPU里面它基本上包含了两个部分 一个是datapace 一个是control circuit datapace基本上是 就是做运算的核心 做这个asematic logic operation 如果是control的话 当然这是决定 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些 决定那些flag 或者是input selection 就是做这些设定 指挥datapace 所以我们后面就要开始跟同学介绍 要如何build一个mips的datapace 我们方法还是follow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一个 就是从一个一个instruction 一次介绍一个instruction 首先我们在介绍这个 就是instruction之前 就是要直接instruction之前 第一步一定是要什么呢 就是要去做一个fetch instruction fetch的一个动作 这个我们前面大概已经有解释过了 就是它是一个32 bit 的一个register program counter 它指的这个就是instruction memory 它的read address 所以根据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读出一个instruction 然后这个sequential execution 就是加4 这个没有问题 如果是rtype 我们要执行instruction 读进来之后 我们decode 我们decode知道说 它是一个rformat的instruction 我们说我们可以读 两个register operant 执行rismatic或者是logical operation 然后再把这个结果 再把它写回register 所以我们这边说read register1 还有read register2 这个就是读两个input operant LU的input operant 它的要去哪一边读呢 就是这两个决定的 那write register呢 就是你LU算完之后 结果要写到哪一个register 写到哪一个 就是由它来决定的 那要把哪一笔资料写进去呢 就是从这边进来 从这边进来 那这笔资料要写到register里面 那所以它的读出来两个output 这个output就是接到 这个LU两个input 那这个LU呢 同学应该还记得 它有 它是4 bit 它有4 bit的control signal LU operation 它有4个bit 我们上礼拜才刚考过 它就是有这个a invert b invert 然后你要选择两个 从4个opression里面 去选择一个来当output 所以它需要 multipressor是 就是试选1 所以需要两个input selection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看到的rformat 基本上它需要的element 就是这样子 那load跟store呢 我们知道说 它要去read 一个memory的value 然后store 就是把它load到register 或者是 就是你要把这个纸 把它存到 把它存到这个memory里面去 所以基本上 就是有一个datamemory 那你有memorywrite memoryread 然后这个是 不管你是read还是write 它的address 你如果是要write的话 它的input data 就是从这边过来 你如果是要read 就从这边读出去 同学应该还记得 就是说我们loadstore 我们要算它的address的时候 要一个base 加上一个offset 可是我们的base是32bit lu也是32bit 所以你必须要做一个sine extension 这个sine extension 就是从steel bit 到32bit的一个sine extension 的一个unit 这样子的话 才会能够位到 这个lu的second input 它的input operand 就是这样子 如果是branch的话 我们知道说branch它要决定要不要跳 要先做一个比较 这个比较是从register的operand这边读出来 所以它要read 比较是透过lu做比较 它是做减 来看看减的结果 有没有turn on 这个zero flag 如果有turn on 就表示它的comparsion 结果是equal 另外还有一个 它必须要去算target address 因为我们的lu 已经做了一个减法 所以我们就不再把target address的computation 把它放到这个lu这边来 所以我们前面有看到 我们就有两个加法 一个是pc加4 另外一个在pc加4 再加上一个offset 这个offset 我们同学应该要记得 它也是一样需要做一个sine extension 它也需要做一个shift left shift left 然后把two bit 因为它摆进去的时候是一个word 是一个word 所以我们要再把这个word 把它换成这个byte 然后接着再加这个pc加4 就是这样 所以它要做的operation 就是这些 这些operation我们可以看到的 我们需要的component就在这个地方 首先我们就是要读两个operand 所以register1 register2 从这边读出来 然后做一个减法 减法之后 它这边会有一个zero flag 去决定到底要不要跳 这边原本有一个pc加4 这个是target address的base 然后再加上一个offset offset 首先我们必须要把 我们的constant constant做一个sine extension sine extension乘32 bit之后 再往左shift两个bit 所以这边是shift left shift left to bit 然后这边才是所谓的offset 这offset接着就base加offset 出来就是它的branch的target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branch instruction 它的component 我们在这边 首先要跟同学介绍的 就是说我们上一次上礼拜 上上礼拜跟同学介绍的 就是说我们的sine extension 或者是所谓的这个 就是shift left shift by two bit 这种东西基本上你不需要 一个general的一个shifter 因为你如果是一个general的一个shifter的话 它也是需要一些delay 我们可以来看说 类似像这种sine extension 或者是shift 它可以怎么做 因为它是sine extension 我们知道说假设它是从1234 4个bit变成8个bit 它的做法很简单 就是这边不变的 原本不变的 你就是直接做一个forward 当你要做sine extension 你就把这个sine bit 就原本4bit里面的msb那个bit 做一个copy的一个动作 直接拉出4条线 它就会从4变8 你如果是16变32 你就把16bit的msb把它拉出去 拉到上面的16个bit 这样子就变成16转32的sine extension 这样子做的话 基本上你并不需要额外的这种hardware 它只是一个worry的operation 那shift也是一样可以 我们这边shift是怎么样呢 是往左shift两个bit 而且右边 右边你如果每次要填的值都不一样 那你这个就要用hardware来决定 你右边要填什么 可是我们的shift 这个shift是你往左shift两个bit 右边OS都是填领 所以这个又可以什么呢 等于又可以hardware把它写死 它就是右边两个OS都是填领进去 这个都可以把它写死 所以你不需要额外的hardware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operation 是我们就是一个bypass 一个bypass 就是直接送过去 你要做shift的话 那就是右边OS是填领 那这个就是一个we worry的一个动作 那这样子就是一个shift left by two bit 所以同学可以看到 这个就不需要 就是general purpose的什么呢 shifter general purpose的shifter它是什么呢 你要shift one bit 要shift two bit 三 bit它都可以做 可是这种呢 它有没有办法做shift left by one bit 有没有办法 没办法 它也没有办法做shift right by two bit 它没有办法 它只能做shift left by two bit 然后右边填领就这样 所以这种简单的呢 你就不需要是透过那种general purpose的shifter general purpose的shifter它可以shift left shift right one bit two bit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 那这样子它所需要的delay呢 当然就会比较多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把每一个instruction 它的每一个所需要 每一个instruction它所需要的component 我们大概已经都介绍过 那之后呢 我们就要把这些component 开始把它兜起来 兜成一个简单的CPU 那我们来看 我们这个D版的CPU 它有什么样的特征 这边它说 我们的这个datapath呢 我们是一个class cycle 我们就一个instruction 就一个class cycle 把它完成 所以基本上呢 它并不允许什么呢 它并不允许说 主要的那些component 在一个class cycle之内 它要做两次operation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它只能够做一次operation 因为你如果要做 两次operation的话呢 那你的dataflow要控制好 不然你怎么能够 让它一个class cycle里面 让它做两次operation 然后它的source 是来自于不同的input 所以你的这个flow 你必须要控制好 那你如果flow可以控制好 它可以做两个operation 那它的cycle time也会拉长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说 它就是一个class cycle 它会完成一个指令 所以这边提到的说 each data paste element 它说只能够 do one function at a time 所以我们在这边 我们就会需要 把memory把它separate 我们必须 needs to separate instruction 还有data memory 必须要把它隔开来 那隔开来之后呢 它就可以instruction read 然后这个data read 其他的部分 有不同的dataflow要merge 你必须要透过这个multipressor 这都是我们刚刚提到过的 所以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个rtype的load跟store 它的datapaste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是我们刚看到的register 然后它有一个register right 然后它的lu 两个input 第一个input always来自于register 第二个input 它可以来自register 也可以来自instruction 透过sign extension 两个source 所以这边要加一个multipressor 如果是来自于register的话 它的input selection是设为0 如果是来自于instruction的话 它的input selection要设为1 这个其实很重要 这个已经透露出 等一下你的control的unit 到底要怎么产生它的value 它都已经帮你设定好 当然你可以 这个是1 这个是0 都可以 这个看你怎么sign 都可以 另外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instruction 16bit 变成32bit 另外还有就是 如果说你要把资料 从register写到memory的话 它就是从这边直接过来 你如果说是rtype 你的资料印算完之后 要把它送回 这个写到register 它就是走这条路 它就走这条路 把它写进去 那你如果是从memory 把值读出来的话 它就是走这条路 就是走这条路 所以这一个multipressor 到底要memory to register 这个control signal 到底要设1 还是要设0 就是有什么决定的呢 由instruction type决定的 当你的instruction如果是rtype 你就要设为0 对不对 当你的instruction是rtype 你就必须要把memory to register 设为0 因为你设为0 它才能够把alu的output 透过这个multipressor 回传register file 如果说你的instruction 如果是load 如果是load 你必须要把memory to register 设为1 设为1 它才能够把memory 读出来的data 它的output memory的output data 透过这个multipressor 回传到register file 所以这个就纯粹是 由control unit 它去decode instruction 知道说这个是哪一个instruction 然后它就决定 这个是0还是1 所以我们的control signal 基本上就是由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来决定说它要设0还是设1 这个也是一样 就是说control unit 它去decode instruction 它知道说它要做一个store的动作 所以它就会把memory write设为1 如果它不做memory write 它就会把这个control signal设为0 所以基本上这个flow 同学大家都了解 唯一的差别就是说 这个要怎么设 我们等一下就会来看说 这个lu operation它是怎么设 它是比较复杂一点 不过也不会很复杂 所以整个datapace 我们刚看到的datapace 基本上就是这个部分 整个full database就包含了什么呢 包含了instruction fetch 还有什么呢 它的sequential execution 或者是branch execution 它的flow 所以这一条路就是所谓的sequential execution PC加4就走这一条 如果是branch的话 就是PC加4 这个是base 再加上offset offset就必须要包含 我们刚刚提到的 它把constant 经过sine extension 转成32bit 然后这一边 再shift left by 2bit 然后再做一个加 加完之后 这个就是branch的target branch的target就是这个 所以sequential branch 二选一 然后回传 program counter 其他这边整个flow都一样 所以这边 到这里同学有没有问题 同学有没有哪一条pace 不是很清楚它在做什么的 这个不是指说当它的input 同学不要误会说 这个zero好像是当做data memory的input 它只是一个output而已 它这个限化太长了 让大家感觉说 好像它是要把这个结果 位到这边来 它就是单纯一个output 就是这样 接着我们同学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再来看LU的control LU的control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在前面 我们跟同学介绍的 它会执行四个and or 然后还有这个加减 然后还有set less than 这四个operation 四选一 四选一 我们根据这个解读 我们知道说LU control 基本上它这四个bit 它的顺序 它指的就是指a invert b invert 然后还有这个multipressor 它的input selection 这边两个bit 所以这边如果是做and的话 我们知道你不需要做invert 所以它就00 然后接着 从这四个operation 它选择这个and 这个是0 所以它的input selection也是0 如果是all的话 前面也是00 然后01 它就要选这个1 所以这个叫01 如果是加的话 它也是00 它不做invert 00 加是这个是2 所以它是10 如果是减的话 我们这边就是a a-b就是a invert 它不做 所以是0 b要不要做invert b要invert 所以b是1 然后接着它也是做加的动作 所以这个也是10 所以是10 就是把b变成tooth complement b的tooth complement 就变成a加b的tooth complement 就变a-b 所以是从这边出来 所以这个也是10 如果是setless then 同学都知道说 它就是在这边 它就是在做这边 它也是做减的 它做减 所以这边是01 01之后 这边它自然加了 它就会做减 但是它这边setless then 它是选11 就是从这边出来 它就做11 所以就是setless then 如果是nor no operation 它就是做 就是两个a跟b 都要做invert 所以a跟b都是11 然后因为你是a barb bar 做一个n 它就会变成一个nor 所以就是从这边出来 所以是0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 lu control 那四个 这四个input control 它的值相对应的operation 就是根据这个table 这个table很重要 因为我们后面就要来决定说 这一些instruction 你要如何产生正确的alu control 如何产生正确的 这四个bit的data 首先我们要了解说 比如说road跟store 它alu是做什么呢 road跟store 我们之前就知道说roadstore 它就是做add 它去算memory address 所以是做一个加 如果是branch 它是做comparison 所以它是做- 如果是rtype的话 rtype 完全就是dependent 这个rtype的指令 到底是and or 或者是add 哪一种指令 这些是由什么决定呢 是由instruction的function field 同学应该记得 就是说rtype 我们从opcode 没有办法决定 它到底是哪一个指令 我们从opcode那边 我们只能够引到某一个范围 接着再透过function field 才能够决定 它到底是and or 还是add的指令 所以基本上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征 这个应该讲不完 所以根据我们前面的介绍 我们后面 我们礼拜四 就会跟同学介绍这张表格 这张表格就是 我们告诉我们 我们要如何从一个instruction 来产生LU 它的这四个bit的control signal 它的指到底要怎么决定 就是由这张table来决定 我们今天上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